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周的web3一周回顾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美国大选的结果 那么美国大选是11月5号开始 那么在大概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前的话 已经是正式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么特朗普率先这个超过了270票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是277票 那么特朗普他赢得了大选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已经知道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已经创下新高了 那么是在看一下他的时间 来大概五个小时之前达到了75358美金 那么这个是CoinGecko上面的一个记录 我不知道有没有到76000 应该没有到76000 因为他可能有些交易所的那个价格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们还是以CoinGecko的为准 那么非常的兴奋 然后我们其实在每天的占星报告里面 都会有去预测比特币的走势 那么我们在昨天的也就是11月5号到11月6号之间的这个预测当中 其实我们有预测到比特币是在后半段 也就是说在11月6号 GMT加8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东巴区时间 我们会得到一个强劲的一个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 而这个呢是我们11月5号到11月6号 那么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划分 那我们是以东巴区的时间GMT加8的时间为准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小伙伴是在这个亚洲的时区 那么这样子跨就是从11月5号到11月6号 因为是需要覆盖整个的美股的交易时段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是美股交易时段 它的交易量会比较大 那么我们所预测的跟它实际走势的话 那真正的是在美股的交易阶段才显现的出来 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在亚洲时段的 有一些这个行星的上位 包括一些能量 它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释放 它可能会在美股交易时段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预测的时候 一定要覆盖整个美股交易的这个时段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从东巴区时间 每天中午到第二天中午这样子 那么11月5号到10月6号 我们市场特点就是加速下跌 然后选举干扰反转驻地 那么很明显就是可能找到一个底 然后后面就反弹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有写了 由于是大选日 那受到选举的干扰的话 预测难度加大 所以我们提醒的话是以观望为主 特别是那些做日内交易的 或者说短线交易的 如果说你是长线交易 然后价值投资的 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拿着就行了 但是对于日内交易的人来说 这个就非常风险非常大 因为波动大 你可能看涨看跌 它都有可能会被这个清算掉 因为你是加了杠杆的 那么这边我有写到 受到这个Mula Mula 也就是当时月亮所在的一个新手 就是刚刚好11月5号 月亮是进入了Mula Mula它是有这个破坏性的 一个能量的主导 然后比特币可能会迎来 一波明显的下跌 其实这 其实因为这边的话是率先 先迎来 也就是说是我们在中午发布的话 到10月5号中午之后 一直到这个美股交易之前 有可能会有一波明显的下跌 那其实并没有 因为这个叫什么风暴之前的 这个安静 宁静 昨天其实我们有看到 在美股交易时段之前 它其实整个这个市场 只是在小范围之间的一个波动 因为不确定性很强 大家不太感动 都是要等那个结果出来 然后中后期的话会起稳 然后最后的话会开启一轮 新的这个上升趋势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下面都有提到 每个时间段的 这个是我们每天的这个给付费会员的 一份报告 那每天我们会有分时段 比如说几点到几点 那么我们本来是11月5号中午12点多 一直到这个下午6点多的时候 那可能会有一波明显的下跌趋势 但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显现出来 在这边的11月 应该是往这里看 11月5号这里 它其实是比较交易量还是蛮低的 因为正好又是在这个亚洲的一个时段 那亚洲时段的话 最近来说都比较清淡 它的交易量会比较清淡 那可以看到它其实并没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然后到了90点钟的时候 才稍微有一点交易量 但其实也不是很多 因为大家都在等待那个结果 OK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们特别关注到这里 在11月6号凌晨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结果就陆陆续续出来 一直到这个7点钟 因为它是不同的这个能量主导 那么我们这边有说过 随着初步结果的可能出现 那市场反应可能会更加的理性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一直到半夜 这里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但是还好 还好 一直到这边这里就是有一个这个跌幅 可能应该是受到你的上位的一个影响 然后一直到到这个7点多都还算 也是在这个波动当中啊 除了这边的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那么最后一个时段的话就是 7点到中午7点半 大概7点半的一个时间 因为11点多的时候 11点左右的时候 这个太阳又换了能量 那么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周期的一个开始 那么再加上火星的动能 那么有望向上突破啊 上涨动能可能比较强劲 OK 那么其实我们都有看到 大概是在我们在看到这边7点之后 6 7点之后呢 有一股比较强的一个能量 在把比特币往上推 当然也是在这个时候 特朗普呢 他的这个选票 得票 票数是遥遥领先于哈里斯的 所以特别是在这里啊 已经基本上到200多票的时候 然后达到了一个比较顶峰啊 因为他的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当然后面的话 他是有一定的回调 这个应该是属于技术性回调 所以这个都是 不用太慌张 都是在预料之内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相位啊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大概三点钟前后啊 就是GMT加巴哈 凌晨三点前后 他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这个是月敏合相导致的 那么呃 这个月敏合相的话 他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剧烈波动 但是你不能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 他是一定是跌还是涨值 只能说他是一个比较大 大幅度的一个波动 那么呃 其实可以看到他下来之后 很快又上去了 他并不是说呃 急剧下跌 啊 他只是一个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吧 然后还有就是在 十点钟的时候啊 我这边其实用红色标记的 月火合相 其实合相他并不是一个呃 比较负能量 他只是说呃 情绪会变得比较 直接跟激烈 呃 因为火星代表的是一种冲动 是一种行动力 那么月亮又是一种情绪 他俩合相的话 呃 有可能会带来这个 大幅的一个波动 也就是出现快速的涨跌 那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 他其实是 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那么核心影响率是在两 两三个小时啊 能因为他能量比较强 虽然说他呃 月亮的移动会比较快 但是他能量会比较强 特别是这种 这种跟火星的合相 或者说跟这个冥王星的合相 因为火星跟冥王星 本身能量就是非常大的 那么核心影响率在 两到三个小时 那么我们也就是看到 在朝上 呃 十点多 十点前的开始啊 一直到 呃 这边啊 都是 是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是在这里 大概十点 十一点的时候是吧 十一点的时候 然后后来的话 他这个这边的话 都还保持的比较好 所以呃 这个呢 就是我们昨天分析的 其实我们在昨天 给出这份说明的时候 给出这份预测说明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知道 呃 应该是特朗普当选 为什么 因为最后 也最后的一个时段 也就是呃 十一月 东八区时间 十一月六号的早上 也就是这个 美东时间的 呃 这个十一月五号的晚上 或者 临近半夜的时候 基本上就选举结果 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 呃 我们预测到 他有可能是 开启新一轮的 一个上涨 而且是一个比较强劲的 我们这边有写到啊 是强势反转啊 强势反转 那么也就是说就 特朗普赢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特朗普他是对加密货币 友好的 只有他赢了 才有可能说 呃 有一轮强势的反转 这个比较强的 一个上涨动力 那如果说是 哈里斯赢的话 那首先肯定 一定是dump 啊 因为他本身对加密货币 并不是那么友好 但是你也不能说 他是排斥的 并不是这个原因 而是特朗普 他有很明确的说明啊 他上台之后啊 他要怎么样去推动比特币 怎么样去帮这个矿工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表现为 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推动力 所以我们当我们预测说 在最后这个时段 他会上涨 那也就是意味着 特朗普会这个赢得大选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去 明确的去说明说 他一定会得这个赢到大选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 是百分百绝对的 我们其实在乎的 并不是说谁赢得大选 我们在乎的是 比特币他到底涨不涨 然后我们在11月1号 我们每个月的1号 都会有一份这个月度简报 除了我们的这个比特币的占星 整个月度的这个预测报告 还有一份是这个月度简报 月度简报里面 当然涵盖了很多website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些币的分享 还有一些很多这个干货的分享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世界占星 那我们在世界占星 这部分里面有提到 总统赢家 这边的话已经有说了 沐昕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都知道沐昕是大吉星 他激活了美国这个星盘中 第十宫的本土 本命土星 然后还有特朗普跟万斯的本命 雕王星跟沐昕 以及万斯的本命月亮 那其实只有可能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他们会被宣布为 总统选举的赢家 包括万斯的也是 需要去看一下的 但是整个美国的话 他会陷入混乱 因为接下来的话 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暴力 如果说你在美国的话 也一定要小心 然后哈里斯的星盘 这边大概说了一下 反正我们当时说的就是 特朗普有大概率会赢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对外宣称 因为我们对外说 都是特朗普跟这个哈里斯 确实他们俩的星途 在11月5号这天 都是非常强势的 只是说 他们的这个出生时辰 因为没有办法说 抓到很精准 都是从网络上查下来的 如果说就是你查几分钟 他可能他的大运 都不会一样 他都就是你必须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说 绝对的 只能说是 那有可能 那么这边的话 如果特朗普胜利 那美国将出现巨大的动荡 所有的墙壁将轰然倒塌 也就是暴力行为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小心 有很多的这种激进的变化 混乱 还有争斗 他会给美国和全球带来 这种调整期的一个不稳定 然后混乱 然后可能还大规模的 这种骚乱 还有战争 他的就职仪式可能会被延迟 所以从现在开始 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世界上 包括特别是美国 他可能会发生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动荡 因为这个对 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 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当然这个以上 就是基于特朗普胜利 可能带来的影响 如果说是哈里斯的话 那又将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现在已经很明显 就是特朗普胜了 那我们其实开篇 这个视频开篇 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这个特朗普胜选的 这件事 包括比特币冲上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11月6号 我们都给付费会员 有每天的这个日检报 那么我们有提到 特朗普当选之后 那么对于我们的投资组合 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投资 他对哪些行业是有利的 而哈里斯他又是另外一批行业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去选对行业 不同的总统 我们的这个选择的方向 可能会不太一样 而这个是比特币 我们一周的走势 那么在11月31号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有一个 下跌 31到1号 那么1号2号 其实前几天 我们都是有 除了这一天 1号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上涨 那其他的其实是 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 但中间的话 它是有波动的 一直到5号 也就是昨天到今天 到6号之间 突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当然是跟美国大选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在 我们的真心说明里面 这边推特里面 是有免费的一个概述 分享给大家的 当然你是如果说需要 每个时程的 每个小时的那种细节化的 那个是付费的 但我们有看到 31号到1号之间 我们已经说过 它会有潜在的下行风险 那么下行的幅度 有多少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一定要是结合技术分析 这个是31号到1号的 那么这边是1号到2号的 也是一样的 会有剧烈的波动 以及这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整体偏看涨 当然这个必须有足够的交易量 也就是1号 1号到2号的时候 是有一个反转的一个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新月 如果说你去看一下的话 我们刚刚所看到 突然有一个上涨的幅度 那个应该是在新月时点 是有一个反转的 然后这边 我们之前都有讲过 9点10分 10月1号9点10分的时候 能量转场 然后正好它也是往下走了 然后还有包括周末的话 周末我们有发给副会员 但是没有在推特上面去分享 周末我们有说过 这个会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项位 比较重要的项位 就是说火星跟冥王星的对冲 然后火星跟木星的对冲 那么这边的话 两次交易量 你只要交易量放大 上来之后 它一定会有一个下跌的一个幅度 因为它需要消化一个能量 而且这个火星跟冥王星的 这种对冲的表现 它是可能会持续几天时间的 当然它的能量高峰 应该是在当天是能量高峰 但是不代表说 我过了今天 因为没有交易量 它就不会再呈现了 它一定是等 这个交易量上来之后 然后再把它释放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说 在周末的时候 如果说 有一些不好的上面 有一些不好的能量 那么在周末 可能没有办法去显现出来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可能在周一 甚至周二的时候 它的能量会释放出来 所以一般来说 周一的这个信号 都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周一本身 它是形式有好转的 但是就是要看这个火星 跟冥王星的 这个它的能量释放 到底什么时候能释放完 那么这个取决于交易量 然后这个就是5号到6号 也就是大选 昨天的一个大选日 这边我们刚刚有看到过了 然后这个是今天的 今天其实我们在 发给付费会员的时候 特朗普的那个票数才200多一点 后来就发完没多久 他这个票就一下子上去了 所以我们当时发的时候 还在说在这个比特币市场 是在美国大选计票的关键时期 其实到后来已经是确定下来了 然后今天还是 6号到7号 它还是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 但是 当然中间它是有技术性回调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理解跟接受 然后包括在 在大概东八区 11月6号到7号 过渡到6号到7号的 这个差不多零点的时候吧 也有一波比较不错的 这个能量上位 那么可能会有一波 在往上走的一个幅度 但是它不是零点 或者说零点30这样子精准 那可能就前后这样子 能量的高峰 都会在前后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我们回到这个SP500 我们每次都会看一下SP500 因为我们是不只是做 这个加密货币 我们还有做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配置 包括股票 美股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美股的话 我们专注于在人工智能方面的 我们的股票的整个投资组合 现在的仓位都非常的漂亮 然后从昨天 昨天上涨了很多 特别是那个 有两只股票 一个上涨了20% 一个上涨了40% 就一天的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财报 发布的日期 发布的这种时间段 所以应该是他盈利 财报盈利非常漂亮 40%我真是没有想到 然后昨天因为在大选阶段 然后呢我们又临时的 因为大概看到特朗普 他的这个胜算很高 所以我们临时给大家 又发了一个股票的alert 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 发的一个alert 临时的临时起草的 因为没有时间写报告了 然后今天昨天发完了 然后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 现在盘前上涨了 已经12% 现在多少我不知道 可能还在涨吧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是 我们的复会员的话 一定要去关注 去看一下我们的邮件 我们都有什么好东西 都会及时分享 然后还有这个PLTR PLTR已经涨了20% 昨天涨了20% 那么Vimeo就是那个视频 是一个视频平台 已经当天就涨了42% 那昨天收盘的时候 可能还不止这个数 然后还有因为这个整个 比特币在涨的话 那我们很多的这个币 都在涨包括mincoin 我们现在每周的话 NFT简报已经改成 NFT加mincoin 就是加民营币的一个 这个组合 那么因为现在这个周期 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们必须去顺势而为 那么NFT的话 可能有一些已经演变成了 这种民营币 其实都是一种投机类的 这些呢风险就会比较高一些 跟我们的这个 长期的投资组合里面 那种价值投资又不一样 那这种呢 就投机性会强一些 包括NFT 它其实也是投机性比较强的 当然演变到 这个这种牛市 可能有一些之前的 有些老的蓝筹的NFT 它是变成了一种价值投资了 但是大多数 它还是一个赌场 还是一个投机 包括现在的mincoin 这个minb 包括AI 现在AI民营币又出来了 反正就是很多新奇的东西 我们都有去 给大家去推荐 给大家去讲 给大家去分享 那么在24小时 一个涨了40% 一个涨了20% 大家可以去参照 我们的这个 新牌上的比特币的预测 你去 比如说我们有说过 5号到6号 它会有一轮涨 市值级别会涨 或者说 已经告诉你 会有强劲的反弹 那么在5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买入 这样子 比如说去买入 你想要买的币 因为比特币上涨的话 其他的币都会跟涨 就只要它不是 有特别有什么问题的话 基本上都会跟涨 只是说跟涨的幅度不一样 特别是这种迷因币 它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也是在等到 我们是4号 4号推荐的 然后我也是等到5号 找了一个适合的时机进去 但是不要加杠杆 迷因币我是不加杠杆的 因为它波动太大了 你只要不加杠杆 你就等着它 它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包括在昨天 这个5号到6号 这个波动 是一定要有 一定有的 特别是到了这个 美股开盘没多久 其实我当时有 有做了一些 这个比特币的 店长跟看跌 有一些对冲的单 加了杠杆的 只加了6倍而已 但是我的这个 stop loss 就是止损 就是开的 非常接近我的 这个入场点 就是怕 有那种太大的波动 结果我的 就是不管看涨 还是看跌 全部都可以给我清算掉了 因为它波动 还是蛮大的 但是而且我设置的 这种stop loss 当然我是比较小的 一些资金去玩的 有时候我会 会做一些杠杆 那现在为什么比较 很少跟大家分享 杠杆的这种交易 是因为 因为这个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但如果说你拿线后 特别是这种迷因币 拿线后你的风险会少 小很多 而且你的回报的话 特别是在 扭起来的时候 你的回报 肯定是 比比特币要大很多的 OK 那我们在电报频道里面 也都会有分享一些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去 加入我的电报频道 以及关注推特 因为有时候会在 电报频道里面分享 有时候会在 推特里面分享 可以两个都关注吧 OK 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今天的日简报 这个都是给付费会员去分享的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有分享到 特朗普胜利之后会发生什么 特别是到了下面 我投资者 对于投资者知道的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哪些行业会受益 包括加密货币 包括新型科技 新型科技也就是AI 人工智能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2024年11月 也就是说 这个月 19号20号 我们将进入到 领亡新进入到水瓶座 长达20多年的一个停留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代转折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进入到 当选新的总统 我觉得也是大势所趋吧 因为他的 他上任之后 才会对这些是有关注 包括加密货币 然后如果说是哈里斯的话 他可能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大科技 大制药 然后一些什么绿色新政 就是那种电动车 这个是我们在1号发的 这个阅读简报里面的 特别谈到了 世界战区里面特别谈到了 领亡新进入到水瓶座 他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制度 那么技术跟技术有关的 然后跟这个电源 政治变化有关的 还有可能有一些UFO的 那些东西了 大家复位会员可以去看一下 我再次强调 领亡新进入到水瓶时代 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 这种速度 包括量子计算 包括生物科技 包括加密货币 去中心化的这些话题 包括这些技术的进步 会越来越快 你会感受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们的投资的方向在哪里 你应该很清楚 那么我们从去年开始就 已经布局我们的人工智能的 一个portfolio 美股 我们的英伟达台积电 包括这个 还有我们刚看到的PLTR 那个中文 那公司中文名叫什么 然后还有 还有各个领域跟 就是 作为辅助 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些公司 我们都会囊括进来 包括 跟比特币相关的一些公司挖矿 都会囊括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 虽然说我们整个portfolio里面 投资组合里面 并不是说所有都是在盈利的 也有亏的 但是我们看的是整体的一个盈利 那昨天今天我们的仓位 平均都有涨到5%到6% 甚至8%的一个利润 一个幅度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去建立我们自己的portfolio 并不是 我们不是说做投机的 我们肯定是着眼于 未来 在一年两年 短期之内 至少一年两年 特朗普上台之后 那么对这些行业的一个推动 所以其实机会很多 只是你的专注点在哪里 好我们来 最后来看一下整个大盘 今天没有什么 其他的加密新闻要讲的 最大的新闻就是特朗普获胜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转折点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能要 从另外的角度去看望 看上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 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表现 都非常非常疯狂 可以看到 以太坊跟这个比特币 也现在终于跟上步骤了 24小时涨了7.8% 那其实它现在还是红色的 因为它之前跌的 还是蛮厉害的 以太坊的情况 我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 从现在开始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所以大家要有点耐心 而且大家都现在 盯着以太坊 因为只有以太坊 真正起来了 那其他的奥款 才真正开启那种 疯狂模式 现在都还不算什么 然后Solana24小时 涨了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十五 这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Canary的基金 申请了Solana的DTF 因为他们会觉得 这个特朗普会赢得选举 那当然最终结果 也是因为他赢得了选举 这样子的话 因为特朗普他有说过 他把SEC的这个领导层 全部更换 所以有可能 Solana的ETF 就会很快得到批准 所以Solana就一下子上去了 然后还有这个Dogecoin Dogecoin24小时涨了百分之十七点六 这个是肯定会涨的 因为Dogecoin支持者 就是这个马斯克 那么马斯克 他是支持特朗普的 那么马斯克这一次的话 真的是重金压住 堵住在这个特朗普身上 所以一旦特朗普当选 这个狗狗币 它肯定是往上标起来的 但是如果说 这是无果 如果特朗普没有当选 其实狗狗币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做空的一个选择 但是现在结局已定 最终结果定下来的话 所有的币 其实都是在涨 都普遍有涨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那么在接下来 二十四小时的话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还会有一轮 比较不错的这个涨势 但是预计 我不能说绝对 然后像我们这周 所有的东西都在找 我们买什么 我们推荐什么 或者说短线之内 我们有什么重点关注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 这个七天当中 有哪些币是被打击的 最厉害的 那种的话 就反弹的力度 或者说空间 可能还会大一点 这里有一个 这个immutableimx 它这个一个星期 跌了百分之 到现在 它昨天已经涨了 百分之十一点 就那现在七天的话 还是下跌了百分之三点三 因为它是受到SEC的威尔士通知 它价格就一下子就跌了下来 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的获设 那么SEC主席更换 这个通知可能会被撤销 那对于immutable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利好 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去重点关注一下这个immutable 然后还有 看一下还有哪些 这个一周 OP就算 OP是我们这个长线组合里的 它这个SongChainout 现在是下跌了百分之十一点三 其实你看前一百的话 其实就那几个币 跌幅是最大的 就是百分之十以上的跌幅 也就那几个了 一个是就是immutable 然后还有OP OP OP暂时不考虑 就是SongChain 我觉得这两个的话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特别要讲的是UNI UNI在过去24小时表现 哇百分之三十 它上涨了近百分之三十 29.8现在 你看它直线上去了 那么UNI的话也是我们这个月 阅读点报里面的脚点币之一 它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在里面的话 它是有催化剂的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涨势 涨幅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及时去做的话 比如说我们一号 我们是二号发出来的 那你也看到我们的这个 新门上的比特币的上面 有预测说 五号六号会有 开始有一些涨幅 那么你可以在五号的时候去布局 包括每天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占星说明 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 但是这些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没有绝对的话 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 一个标准 你说它跌的 你说它长的 不是我 我也不是神仙 不是我说它跌它就跌 我说它长就长 我们都是看天空说话 行星 这些行星告诉我们 会有可能会有什么情况 我们只是 把它分析了一下 但是你什么时候买入 什么时候退出 那是你自己要做决定 然后你要 还要看一下宏观层面 这个基本面的分析 一定要做的 宏观环境是什么 条件是什么 包括这个 比如说昨天到 5号到6号的一个 心上分析告诉我们 还是有破坏性的 然后又有反弹的 助底了反弹 强势反弹 那同时 宏观层面又是一个 大选的一个环境 在起作用 所以这个是一定会干扰到 一些行星能量的 一个释放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综合考虑 并不是说 我说它那个暴跌 一定会暴跌 它不是这样子的 那一般来说 如果说没有特别 重大的这种事件发生 或者说黑天鹅事件 我们这个星星可能也预测不到 黑天鹅说 8月5号有黑天鹅 它预测不到的 它可能会说 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但是你说一定是 几月几号几点几时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预测到 所以基本面 然后技术面 然后还有这个真心 大家可以结合去使用 你会事半功倍 OK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付费会员的吗 可以让你省掉很多事情 而不是盲目的去追踪 我们从来不去 跟着社媒上面去做 比如说社媒上面很多那种网红 他推荐一些币 我们不会去跟风的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研究的一个 标准跟基础 然后我们只会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自己研究过的 值得去推荐的一些币 OK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